半夜騎車上山 騎士和友人約看夜景 一路好心情卻看到前方轎車怎麼越開越慢 最後停了下來 騎士想從旁邊繞過去 但小轎車司機閉車搖下車窗開始嗆家 亮出球棒惡狠狠 搞得騎士一頭霧水 到底哪裡惹到他 原本要看夜景的心情 這可被嚇壞了 乾脆作罷 騎士遭藍車搖下的地點就在台中大渡華南路 地勢高 再往上就通往台中夜景勝地望高樑 白天看來沒什麼車 不過場景一換 一整路的藍色路燈 配上遠眺市區美景 這條華南路因此被稱為藍色公路 百萬夜景吸引情侶朋友就愛衝上山 賞夜景 人車潮不斷 卻遇上當街惡意藍車搖下 重機啦 或者是那些飆車的也是會有啊 那邊不是很亮 對 然後那邊就是不良分子也比較多 所以就是會比較危險一點 B車藍車 這可違反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最高可以罰兩萬四 但好好的賞夜景心情 全被這突如其來的揮棒 給破壞掉了 這也是陳王瑞 台中報老